《猫英勒》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Edward Rigg于1875年创作的管弦乐曲之一 作为其音乐剧《皮尔金特》中的一部分而诞生 这首曲子广泛的应勇于电影、电视和广告等各种媒体中 其轻柔的旋律常常用于描绘宁静、舒适和平和的场景 爱德华·格里格的早晨的心情是一首一绝诗乐的形式呈现的管弦乐作品 旋律简洁而优美 营造出尘尖的平静舞相合 作品的开头悠扬的长笛独奏与轻柔的弦乐声音描绘出太阳刚升起时大自然的宁静 随后是随着乐章逐渐增强的轻快节奏和多变的旋律 代表着日出后大自然的喜悦与生机 整首乐曲给人一种惬意和轻松的感觉 可以让人放松身心、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除了其音乐本身 爱德华·格里格的《早晨的心情》也被广泛应用于电影 电视、横广高等美女 经常被用于描绘大自然 旅游和度假等场景 无论是在何种情境下聆听 都可以感受到这首美妙乐曲所带来的愉悦和宁静 爱德华·格里格兰 《早晨的心情》描绘了一幅美丽宁静的自然景象 展现了清晨时刻大自然的神秘和烈灵 乐曲开头的漫反组 仿佛让我们置身于清晨的大自然 聆听着鸟的鸣叫和河流的潺潺流水声 接下来快板不分的旋律像是跳跃的小溪一样 生气勃勃地流淌着 表现了大自然的活力和生命力 整首乐曲具有强烈的视觉感受 让人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感受到清新 轻松和音乐的光辉 除了表现大自然的美丽和神秘 这首乐曲还具有深刻的内涵 早晨的心情让人们回归到大自然 领悟自然之美 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力和活力 同时也让人们反思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它鼓励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停下脚步 沉淀内心 重新闪失生活和价值观 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宁静 可以说 早晨的心情不仅是一首具有美学价值的乐曲 更是一首富有启迪性和哲学意义的作品 爱德华·格里格·艾弗·德韦是一位挪威作曲家 出生于1843年 逝世于1907年 他是挪威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 也是北欧民族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 格里格从小展现了音乐才好 8岁开始学习钢琴和音乐的歌 18岁时前往莱比扬音乐学院深藏 格里格的音乐风格受到挪威民间音乐 德国浪漫主义和巴黎现代派的影响 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北欧文化的追求 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人生 《死亡》 《爱情》等主题的深刻思考 除了早晨的心情之外 格里格的代表作还包括钢琴曲及以德威民歌级和音乐剧皮尔金特等 格里格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赝 成为挪威音乐的代表人物 他的音乐作品不仅在挪威和北欧地区广受欢迎 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和赞赏 今天 格里格被认为是世界古典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爱德华格里格的早晨的心情是他创作的一首钢琴独奏曲 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这首曲子受到了挪威民谣和北欧自然风景的启发 它充满了富有想象力和流畅的旋律 也表现出了格里格对自然和生命的深刻感悟 这首曲子的成功使格里格成为了挪威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也对整个北欧民族主义音乐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考虾